道理贏 一见到市长柯文哲 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 快步上前 起身相迎 随着典礼进行 两人时儿看着台上发言 时儿摇耳朵互动看起来还算不错 但其实汤志明遭已向一旁的柯文哲 口头请辞 在给同仁的一封信中 汤志明提到 同仁在庞大压力当中工作 遭受不少委屈 生涯有不同阶段与选择 已经完成许多阶段性的工作 因此选择离开 否认请辞和萧小林事件有关联 中方林局长 要先对萧小林 不是 通往都没有 这个觉得有理念不合的状态 目前没有 萧老老师这个案 在处理的程序上 就是还是有一些点比较不完备 所以这个争议点还是会存在 也不尽然吧 这个 这是个好问题 跟上班再来讨论 辞呈还没批准 但议员直批 就是萧小林事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以政治手段去干预各局处的决策 也使得有操守的人做不下去 意见不合 那常常理念不合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会提出辞呈 请辞后 汤志明10月1号将回政大任教 因为萧小林案短期内折损两位大将 总计柯师傅前后走了13位局处首长 要怎么稳定军心重整再出发 恐怕成了柯文哲下一步将面对的课题 解惑状由邓丽台报导